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朋友呢 其实我觉得啦 我其实背不起他的书 所以我要看一下他到底拿几本 关西黑洞 他们都说你应该过度努力修路创伤 亲密恐惧这五本书 那么这五本书呢 基本上当然还有一本很重要叫情绪勒索 那这一本书 我觉得很好奇 他售出中国大陆简体字版 到底用意在哪里 我们大家问他 然后呢 他也是 一个非常 没什么有名的乐团 他都在笑 很乐三 我讲为什么非常 然后我突然想说 我讲非常有名 太矫情 这个乐团明明就一般人 没有办法听到的 因为这是一个重金属乐团 而且是走民谣风 所以大家不记得是没关系 但我有他的CD 我常常在车上的时候 我都会放来听的 那么现在呢 他应该说之前 他已经推出第三张台语专辑 这也是厉害 然后他还有Podcast 他有YouTube 周牧之放心说 然后王宇牧之 牧之你好 屡律师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不佑名 你看你笑那么开心 我觉得有一种 很被那个疗愈的感觉 你很厉害啊 你看我都没有办法 去当乐团主唱 是不是 其实他就是一个兴趣 然后只是一直维持 像因为刚好 这就是一个 会让我觉得很开心的事 因为我今年年底 又要去日本巡回 然后我就觉得超开心 我收回刚刚那句话 非常不要 非常有名 没没没 就是我们是 就是基本上说完 这个乐风 就是那个战久了 就是你的 就是你活得下去 你就可以继续表演 所以你们到底要负责 暖场的还是主场的那种 我们就是看啊 就是如果是那种 有时候会有欧洲来的 超级大团 我们有时候会暖场 那我们自己去那种 国外巡会啊 跟别的乐团一起接洽 这种就是大家一起嘛 就比较 福山雅治那种 没没没没没 没有这种 福山雅治演唱会 因为都是 因为都是金属团嘛 所以大家可能说不定 都没听过这样子 对对 就是一些在地的 local的也是金属团 这样子 对 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 这一本 其实我 电台跟我说 有书要专访的时候 我说 你又出了 你怎么那么可怕呀 当然没有 这个是旧的 对 那今天呢 我们要来重新看这本书 你看 你特别有强调 摸起来封面很棒 因为跟之前盗版的不一样 这本书叫关西黑洞 不安全感如何载制我们的人生 如何突围 那我想先了解一下 这一版为什么会特别 因为你在你的脸书上有介绍 但我想很多的听众可能不知道 其实那一时候书这一本书 它先是有一个渊源 因为是情绪勒索之后出这一本 那情绪勒索那个时候 我说一句实话 我真的没想过 它会这么卖 如果它会这么卖的话 我在用词上我会更谨慎小心 没关系 就是我跟你讲 就是不谨慎小心才卖得好 你太 我这样讲好了 我昨天那一篇贴文啊 对 大概现在两万多人按赞 那就是因为我在写的时候 我快睡着了 随便写 所以用词非常 非常不谨慎小心 而且大量运用歌词 就是很直觉性的 对对对 所以第一本出完 你就出这一本 第一本出完一段时间 是差不多一年多 然后我那时候 其实在第一本书有得到很多 就是回馈 就是有一些正向的 但是的确也有一些人 他很受伤 比如说他是勒索者 他就觉得他们也很委屈 他们也很痛苦 常常会遇到这个 对对对 然后或者是他们甚至自己也是被勒索者 所以他变成了勒索者 因为他认为这样子才是一个 会让他得到想要的东西的一个有效的状态 我们内在的那一些不安全感 所以后来这本书 我就是想要走一个比较疗愈的路线 而且我举了很多实例 就是等于是我后来在情绪勒索这本书之后 收到的更多的回应啊反馈 我就针对了关于伴侣 还有亲子关系 还有我们跟自我的关系 这些不安全感 他怎么影响我们 然后自己去把这些东西 就是等于是有一个一个陪大家去爬书 跟给大家一些回应的一本书 但你还没有告诉我 为什么要出完全的新版 其实完全新版有两个很大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我换出版社 就是我原本这本书是另外一个出版社 然后后来又把它拿回来 再回到保评 那因为这本书那时候就绝版嘛 所以很多人就说希望我可以赶快再出 所以那时候就再出了 那另外一个部分我有做一些就是修正 做一些修正 其实最大的那一个挣扎点 其实是我这本书 因为我写那个情绪勒索的时候 很多因为那时候很菜 菜笔巴那时候才毕业一年半 很多人就会质疑我说 就是你可能你才毕业没多久啊 然后你的能力没有很好 里面都没有太多理论的东西啊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觉得第二本书 其实看我写这一本书跟其他本很不一样 就是我里面用了很多 这个出自于什么理论 出自于什么理论的方式去写 缺乏安全 对我就觉得那时候我这本书 要重新再版的时候 我其实有考虑为了它的顺畅度 我其实应该要把这个东西拿掉 然后整个再顺一遍 因为我现在已经有写作的风格 可是我后来想了很久 我要让大家知道缺乏安全感会发生什么事 我就正在进行 这本书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缺乏安全感的一个表现 所以我就把这个部分还是留下来 然后我就在秩序 就是再序的地方写这件事 那我很好奇是第一本 为什么会有你讲的那个情况 什么发现很多市面上的盗版 我也不知道 其他本书情绪勒索不是更容易有盗版吗 这本书这本是第二本 情绪勒索是第一本 这本我觉得是因为我中间绝版太久 因为我跟出版社 决定把版权收回来这个时候 到我这一次再出来 好像也隔大概两三年 所以其实绝版绝了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我那时候并没有马上想要再出 因为我那时候觉得我想要稍微想一下 然后稍微调整一下 结果后来才知道 因为我也是迁到了 我也才知道说 天哪原来有人会硬盗版 因为长得很像 但摸起来就很轻有没有 然后那个纸 然后会透过去 就完全不一样 然后我那时候就好惊讶 想说原来书真的会有盗版 你什么心态 当然会有 我还好奇你的情绪勒索 到了中国大陆去 你有授权版其实不用 我跟你讲 早就盗得一塌糊涂 也有可能 反正他们有来授权 我就授权 我们就是 就是能做就做 反正后面 你海外版应该也做了吧 就是因为情绪勒索 但其他书都有卖一些海外的版权 那情绪勒索的确是最多 可能什么越南新马等等 就是七八国的部分 然后其实最喜欢我的书的 其实是韩国 然后就是马来西亚 越南 泰国 印尼 就是大概都是比较 就是可能还是比较亚洲文化 家族的联系比较强的国家 对 我觉得这跟邓医师的很像 他的书也是都可以授权到南 好 我就跟出版社 我说 这个不公平 为什么我都没有海外版权 我问他就说 律师 基本上你看 从他讲律师 你就知道 第一 法律 台湾的法律 不见得是其他国家有兴趣的 然后第二个 你写小说 那也是跟台湾有关系的 当然没有什么人会有兴趣 所以我又没盗版的困扰 也没有海外版权的荣耀 大概是这样 怎么这么说呢 你有在台湾就是 李律师的荣耀 是 谢谢你 所以呢 好 所以这本书 其实主要增加的概念 大概就是 第一个我们提到说 你想要把它尝试顺一下 但是你有做吗 其实有做 有嘛 就是我增加了一些 我自己之后 后来又再理解 关于不安全感 跟一些部分 但是因为都是蛮细节的 所以我就不太 就是仔细去说明 这个部分 对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语句的通顺啊 还有 因为我觉得这本书 毕竟当时是第二本书啦 所以我那时候 的确我觉得 在一些写作的认识上 我觉得当然都有更好的 但第三最重要的部分 我诚实的说 还是为了服务 想买这本书 但买不到的朋友 因为那个时候 真的我没有想到 绝版就会发生 就是造版的事情 你买的回来 版权算不错了 像我如果说 我就很难想象 我其实你说律师啊 律师你会看那个 著作权的那个契约 是是是是 我是不看的 对 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出书对我来说是兴趣 我懂 然后第二个是我充分相信 出版社的伙伴 然后第三个就是 反正文字在想就有了 都在我的脑袋里 我其实不太需要去计较这件事 但其实说真的 对其他作者来讲 这不是太好的示范 应该说 如果你的写作 是跟你的生涯有关 然后又跟出版社的互动 你希望能够有正式一点的凭据 签约是比较好了 但是你后来版权是 宝瓶帮你买回来 其实他那个版权只是很简单 就是因为一次都 那个版权都是五年 我也只不过是五年合约到起了 就没有再续约而已 其实我没有做任何买版权之类 就只是就是这样 然后对我来说可能就想说 把出版社全部就是我的所有的书 都放在保评 那如果之后又要做什么 一些活动啊干嘛的 可能也会就是更完整更一致 所以其实也只是这么简单的考量 好吧 总共要买 慕之大全的 他的书 有六本 那这是其中一本 你们终于可以买得到了 记得要去买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赶快来继续聊 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 旅秋远时间 我是旅秋远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慕之 来跟我们聊 他这一本再版绝版的书 叫关西黑洞 我觉得跟你在一起 应该蛮开心的 你那个笑点低都会 我觉得这个很好笑 为什么好笑 再版 对啊 就是再版这本绝版的书 关西黑洞 这本书主要他讨论的是不安全感 所以我跟各位刚刚就说了嘛 如果各位要买 呃 周末之大全集 啊 这么年轻就有大全集 大家 大家 六本 我赢你 我有八本 对啊 其实你有些 有些不是还一本就出两本 算了算了 你一本的销量就比我八本的销量多 才没有 所以呢 我们要来介绍这一本第二本叫 关西黑洞 不安全感的问题 那其实我第一个想要请教你的 因为这本书 其实之前我们大概也简单谈过 但我想请教你的是 呃 所谓的呃 关西黑洞 呃 第一个问题当然是 你为什么会挑不安全感作为你的标题 副标题 嗯 那原因在哪 我最大的 其实那时候想要讨论的就是 为什么我们在关西里面都会一直想把对方 就是两个人吵架 有时候就是往死里打 有没有 然后就是会越推越远 那我跟我 我们在跟自己的关系也是 因为我里面有一块也是在讲我们跟自己 跟亲子的关系也是 为什么我们会讲那么难听的话 为什么会在我们挫折的时候 我们还会骂说 你怎么那么笨啊 你怎么这么蠢啊 你怎么会连这件事情都不知道啊 你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会自我批评这么严重 为什么我们在跟父母的关系的时候 在小孩受伤 在小孩挫折的时候 然后小孩比赛输的时候 父母会去跟小孩讲说 胜不交败不奶啊 你怎么一天到晚 为了这种事情再伤心难过 那你不赶快准备考试 你要怎么办 为什么会一直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当然可以去讨论说 是对方的问题 可是实际上 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趋利存在 而我后来慢慢才发现 这个趋利本身就是跟我们内在 在面对他人的情绪 跟面对我们自己的情绪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没有那么舒服的 那个不舒服就是它会引发 例如说我们在面对别人的负面情绪 跟面对自己的负面情绪 那个会引发我们的焦虑 我们在面对跟人的关系 我们担心自己不够被爱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很多怀疑 因为人家可能没有不爱你 或者是我觉得别人会讨厌我 但人家可能没有讨厌你 可是你就会假设别人是讨厌你 于是你就把自己跟别人拉远 然后又想说你看吧 他们就是不会来找我 可是你就先拉远 就是这一些恶性循环 就让我们在关系里面很难真正的去 就是有点像亲密恐惧在说的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去好好的 因为这个关系本身真实的样子 去经营这个关系 我们会一直陷入自己的想象里面 而那个想象其实是我们的不安全感跟害怕 所以对你来讲关系黑洞的主因是不安全感 还是他的全部的主要的 应该说百分应该是百分之五十跟百分之九十的差别 你认为是五十还是九十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 所有的我们所有有时候需要防卫 需要焦虑 需要觉得怎么样 那就是不安全感 不安全感的底下是什么 就是恐惧跟害怕 所以那个不安全感是我们第一个感觉到 就如果我很有安全感 比如说我在一个地方很有安全感 我就会非常舒服 可是我在一个地方没有安全感 我可能就会跟得很紧 看起来就要表情很怎么样 或每个人面对他觉得不舒服 不安的时候 他有一套他自己面对这个不安的状态 而那个不安所表现出来的状态 就是为了安抚我们的焦虑 所以我们那个不安全感 一旦没有意识到 我们就不晓得 为什么我要花那么大的时间跟力气 去处理那一个焦虑 可是我都没有解决事情本身 比如说我今天很担心 我的能力不够好 我会害怕这件事 所以面对一个新的挑战 我会很焦虑 因为我一直在担心 我能力不够好 所以我到最后没有发现 原来我是担心我能力不够好 我有个害怕在 我没有去处理这件事 我是一直去处理 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觉得很紧张很紧张 所以有些人他会做什么 他就变成他做五百分的努力 这也是他处理焦虑的方式 就是我就把可能会出错的事情 准备五百个洞先补起来 那就安全了 那有些人就是他处理焦虑的方式 是什么 就是我就不做 不做就不错 不做最赢 所以每个人在处理这个焦虑的方式 不一样 可是问题是我没有真正去看到 其实这个问题是在于 我是很没有 我对我自己的价值是没有安全感的 我对自己的能力是没有安全感的 我没有看到真正这个问题 我就没办法去补这个问题 最后我的那些策略 我的那些反应 都只是用来安抚我的焦虑而已 他让我的焦虑安抚了 他让我的痛苦逃避了 但我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 我还是觉得 就算是努力 后来有成功的人 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好 这就是冒牌者现象 然后逃避的也一样 就拖延症 大家都是老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 我为什么想谈不安全感的原因 但是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题目 关系黑洞 您所指的会是什么 主要应该是说 我谈的是关系 包含我们跟自己的关系 我们跟伴侣的关系 还有跟亲子关系 比如说为什么有些父母 他在面对小孩不回家 他在面对自己的小孩 跟自己不够亲近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好好去表达 他内心的那一个需求 他的表达一定是 好啦 我死死的算了 那是情乐 我这次关系黑洞 是什么意思 是指 我跟我自己 我跟我伴侣 我跟我的朋友 之间出现了什么问题 可以称之为叫关系黑洞 就是那个不安全感 像你刚刚说那是情乐 情乐是技术 它是一个技术活 但是会导致情乐的发生 是那个不安全感 所以你的题目 就会变成不安全感 而不是关系黑洞了 应该是说 我在讲关系黑洞 就是描述这个现象 那个东西就很像是 你在关系里面有一个空洞 你再多的爱 再多的补 有些人就说 我在关系里面 我很爱这个人 我一直告诉他说 我很爱你 然后我一直告诉他说 你不用怕 我不会抛弃你的 可是他发现在关系里面 这一点用都没有 对方就是一天到晚都在担心 他给越多 对方越害怕 为什么 他就觉得他给的那个爱 就像掉进那个黑洞里面 因为对于对方来说 他永远不相信 自己是值得被爱的 他的不安全感 让他们之间的关系 就像有一个黑洞一样 所以我的白话文 可不可以把它称之为说 我跟我自己 我跟别人 他人之间的关系 怎么样都是欲祸难填 哎呦 讲得真好 欲祸难填 欲祸难填 这个成语太难了 讲得真是太好了 永远不能满足 怎么有一种 现在应该喝酒的感觉 喝酒喝酒 我们那个之后再约 就是就是我跟我自己 我跟别人的关系 永远我用尽各种的方法 都没有办法 让自己的内心感到 能够平静 对安稳 怎么甜都不够 所以我们称之为叫关系黑洞 没错 而这个来源 你认为是来自于 自己的不安全感 嗯 是这样 对 好 所以厘清这个问题之后 往下就会变成说 这本书 当我们先讲 我们跟父母亲之间 因为很多听众朋友 其实很在意这一点 嗯 那个 我们讲第一部分 我们跟父母之间的 那个所谓的 不安全感 呃 它会让两个人的关系 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是爸妈怎么对孩子好 他都觉得不安定 或者是小孩怎么孝顺 爸爸妈妈都觉得 啊你是不好啦 我在书里面有 有用一个形容词 虽然我其实后来有 就是现在这个年纪 开始就有在想 那个时候觉得用这个词 有点重 但后来想想我还是维持 就是讨爱的父母 嗯 也就是他们从以前到现在 从来没有真正的得到 一个爱过 所以当他们 他们还是需要这个东西 但爱有种类吗 对哦 那个爱就是比如说 他没有得到一个 感觉到自己是有价值的爱 我们那个年代的父母 没有 就是那个年代的父母 的父母 是没有在给爱 这种东西的 那个爱就是去尊重你的感受 不要忽略你的 这种很基本的东西 所以对他们来说 忽略自己感受努力去达到一些成就 达到别人要的 是他们那个年代很习惯 对对对 你刚没有回答我那个问题 爱有种类吗 就是我没有从我爸妈 或者没有从我配偶 我没有从我的朋友 得到所谓的爱或者情感 所以我才会变成讨爱的父母 就往我的子女去需求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 没有得到那一个 我感觉到自己是有被忠视 被尊重 不被忽略的那个爱 不是那种 我一辈子都在努力做很多东西 求你转过来看我一眼 的那种爱 那所以如果我从父母 没有得到爱 但我从伴侣得到爱 我还会变成讨爱的父母吗 我觉得不一定 每一个人都会这样 也不是说你没得到这个 就会这样 有些人是我没得到 我更会给小孩这样 可是的确有部分的人 因为我没得到这样 可是我又告诉自己 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很重要 但其实我是需要的 所以我最容易可以讨的对象 就变成是小孩 因为小孩跑不掉 而且小孩就是那个雏鸟 他就会跟着这个家庭的规则走 所以你在做很多事情 其实你的要求是 这个要求不是为了小孩 其实是为了你自己 可是你只要说我是为了你 小孩会相信 就有点像是半个邪教团体的概念 所以他骗了自己 小孩也被骗了 于是他会变成一个就是有点恶性循环的状态 因为小孩会长大 长大之后小孩就会开始觉得质疑 你说的那些你是爱我的 可是有些事情我觉得你其实可以不用这样 你可以不用为我做这些事情 然后之后再来抱怨我 我没有需要这些东西 然后父母就会说 我可能为你做的都不好了 稀稀也算了 我们两个为什么都能讲那么顺呢 所以你看我的结论 因为还有一点时间 我的结论就是 我可不可以这样假设一个说法是 第一层的那个关系说 为什么你讲那个名词叫讨爱的父母 我可不可以说是因为这个父母 他在没有得到某些的被重视的爱的时候 他自己内心里产生了极端的不安全感 而由于子女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最容易得到爱的目标 因为他用一些手段 可能对方因为强弱对比 所以从小他习惯从这边补足他的安全感 但怎么补又补不足 所以等于是我今天吃半颗普拿藤 我下次就吃一颗 再来就两颗 然后最后面那个不安全感形成的问题 就越来越大 就形成了你讲的讨爱的父母 形成了关系的黑洞 对而且这还会再牵涉到另外一个部分 是如果你后来小孩长大有自己的世界 父母就会害怕 你以前稳定的在我旁边 是我可以掌控的 这个在很多感情间伴侣间 都会看到这种东西 这个爱怨能控制就是这样 对 最后面就会变成这样 好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休息好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旅秋远时间 我是旅秋远 我们今天邀请到穆姿来跟我们介绍 他这一本书叫做关系黑洞 其实之前就有过 我刚刚在看手机我在找 反正我们休息时间 我们边聊天嘛 我们就在聊 我就看了一下 你六年前不是就跟邓医师 有讲到这本书 对呀 对 然后这里面其实我觉得 很多读者在做一些回馈 但是我觉得其实主要的回馈 还是集中在两块 第一块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我们跟爸爸妈妈的关系 或者我们跟子女的关系 然后另外一块就是 我们跟伴侣的关系 那我觉得跟伴侣之间的关系 其实那种不安全感的根源 到底原因在哪里 这个部分我觉得比较有趣 然后说因为我怕我先生外遇 这种不安全感还是什么 这个部分其实在里面 有些读者会提到这个问题 所以在你看来 你觉得伴侣关系的那个黑洞 主要也是来自于不安全感吗 我觉得那个不安全感 对我们人生的影响 其实是非常全面的 因为你有那个 像我最近才刚就是讲完 那个马修派瑞 就是六人行的那个潜德 然后他就是被那个不安全感 整个抓住 在各方面 他对人的不安全感 其实非常高 不是只有伴侣 他总是觉得自己是会被抛弃 你可以说他有亲密恐惧 可是他其实有很深的就是那个 我对人的不相信 那个不相信就是我是不安全 他为什么会这么不安全呢 因为他从小的依附关系 就是不稳定的 他跟他的爸爸妈妈 他爸爸妈妈在他们 很小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 然后他从小就会必须 自己一个人五岁的时候 他爸爸在美国 然后妈妈我记得 那个时候忘了在加拿大海南 就他就是自己要坐 很久很久的飞机 然后飞去美国 看爸爸五岁的时候 他就要做这件事 然后就是一个人 没有人陪他 然后他那个时候 我觉得那个不安全感 最恐怖的地方是 我们现在用不安全感来说 当然我后来有用 还有用更深的亲密恐惧 是什么 可是我觉得如果再用一个 比较简单的词来说 就是在你遭遇到 一个很大的事件 说或是你没有办法理解 你没有办法消化的一个事件 所引发的很巨大的情绪 在那个时候没有消化 他就变成一团很大的不安全感 你讲不出那是什么东西 可是一出现重复的情境 类似的情境 会勾起你那个状态的情境 你就会开始很不安 有些人就说他有分离焦虑 他分离焦虑是不是不安全感 是 可是他就会觉得我这么大了 我为什么还是会分离焦虑呢 为什么我对于那个人要离开 我都不想跟他说再见 我也我就不想面对 我就想干脆就消失 就不要去处理这个事情 为什么我会害怕这个东西 因为那个东西 在他自己过往的经验中 他曾经有那个 这个人他消失了 这个人就是离开了 而我没有办法消化 那么巨大的情绪 因为那时候可能他还小 然后那个不能消化的情绪 就是不安全感 他就一整团的不安全感 然后那一整团不安全感 没有人陪你梳理 我们的文化 不会有人陪你做这件事 连大人自己都做不到这件事 所以当我今天在遇到一些重复的状态 或类似的状态 在他的世界他觉得是类似的 他就会勾起 就很像那个海啸一样 他会把过去的那些情绪 整团打包再送到这里来 然后那个感觉就会让他很不舒服 他会用尽一切的力量 去逃避感受到这个感受 然后那个行动有时候 就会非常的决绝跟不合理 有时候可能有效 因为不管那个有效 可能是对他自己有效 可是对关系可能是个伤害 比如说他没办法 好好跟人家说再见 他就不见了 他可能就是他 或者是说他在过往 曾经经历过对家人 或对他很重要的人 很失望的感觉 那个失望的不安全感 大到他被压垮 于是他出现任何 他觉得对其他人 很失望的感觉 包含老师 包含任何人 他失望 他的感觉就是 我就把你丢掉 我就把你撇除 我就再也不要跟你互动 然后我就开始觉得 你很烂 你很糟 就有些年轻人 有些小朋友 他们也会这样处理 为什么他会这样处理 你当然会说 这个处理不合理 可是他会这么处理 最大的原因是因为 这么处理 可以帮助他 不用去处理内心的痛苦 这是最简单的 对 可是如果这样讲 换句话说 如果从你刚刚讲的这个概念来看 一对伴侣 或者我们跟父母之间 发生这些问题的时候 很大一部分来自于 他自己对于关系当中的不安全感 不管是分离焦虑 或者是亲密恐惧 可是我觉得对于一个 当然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这个状况 但对于一个 比如说他深受我先生分离焦虑 我先生亲密恐惧的人来说 他发作了 那我要怎么办 这就是最难的 对 所以我觉得 因为最好玩的地方是 这两个伴侣 他们两个会在一起 有时候他们刚好会对应 也就是说 A有这个状态 比如说当A会说 你为什么今天 只有买你的点心 没有买我的 然后这其实是一个 很简单的事情 如果他会担心 另一半不够重视我 我可能会不被爱的 这个不安全感 假设他有这样子 A伴侣有这个习惯 可是他对应到的 B伴侣 如果完全不会 被这个勾起 那个不安全感 不会被这句话 勾起不安全感 他会说 不好意思 我下次再买给你 或是你要吗 我现在去买给你 这件事情就没事了 对不对 不对 因为他会说 来不及了 你就是不重视我 也是有这个状态 你现在说 等一下 我可以去买给你 他说你就是没心 这也是有可能 吵架不就是这样来的吗 这也是有可能 可是如果几次下来 对方在他说没心的时候 他还是好好跟他说 我跟他说 我不是没心 但你这样子 我也会觉得很怎么样 你讲的太理性了 对你说的当然是 我觉得你说的是 很现的那边 但是我们还有一种状况 不是像 就算对方只是 稍微有一点点不舒服 你怎么只买你的 没有买我的 就是我说的 不是很严重的病友 我说的是一般的 回应 就说 你怎么买你的 没有买我的 对方的反应就是 不然你要怎样 所以你现在要怎样 你现在要怪我就对了 为什么我要买你的 你现在要怪我就对 所以你觉得怎样 所以每次我买东西 我都一定要买你的 没买到你的会怎么样 然后就反应很大 就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就是 那你在找架吵吗 没有 这个就是一个 很好玩的地方 就是 我问你一句 你给我讲八句 对 所以你看 可是 我们要示范一下 吵下 听众没有看 那个讲八句的人 就会觉得 那你为什么挑剔我 所以对讲八句的人 他的不安全感是什么 就是他被挑剔 而最好玩的地方是 那个 我觉得我不够被重视的 那一个不安全感 我在书里面是用焦虑衣服 跟逃避衣服 但是其实不一定是焦虑跟逃避 有时候是 就只是一个追逃模式 就是我会逃的那一个 你会不会对我不够的那一个 他就算提一个大概 他常常会配上那一个 我很怕我做不够被挑剔的那个 然后他们两个就很容易会演 因为像你刚刚讲的是 你有安抚他对方还觉得不够 那个很很速线的另外一边 我现在讲的是这种很常见 就事情本身很小见 可是A提出的问题 也不算很过分 但B提出的反应 也不算很过分 但是他们两个一碰在一起 就整个就是干财 不能说干财烈火 就是天雷勾动地火 但是我的问题点会是在于 为什么那个人要问那个问题 说你怎么没有买我的 这个很重要吗 对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如果今天我们自己 不是很允许自己可以提需求 我们会觉得对方提需求 都在责备我 所以对方只是问一个问题 他也许没有责备你的意思 他只是好奇 或是他可能 不过他整个开玩笑在逗你 也有可能开玩笑 但是他有可能就说 你怎么没有买我的 我也很想吃 可能是这样 可是有些人可能听到这个 可是有些人可能听到这样 就是你可爱没有屁用 我还是觉得抽不爽 这么可爱有屁用 这么可爱有屁用 我觉得是很严肃 我觉得那跟口气有关 应该这么讲 你刚刚举这个例子 可以有一百种的发展方法 包含口气 时机 场合 那天那个人累不累 都会有影响 但是我会觉得 正常的状况 不是正常啦 大部分都不太正常 应该说 如果互动良好的状况 或双方其实 有安全感的状况 没错 不会这样应答 如果A有安全感 他知道对方 绝对不会忘了他 他的口气就会很好啊 可是如果A没把握 他觉得B常常忘了他 他的口气 就会有点严肃 就是一副 你怎么又没有 帮我买我的东西吃 你为什么每次 都想到你自己 然后对方就会很崩溃 什么叫做 我每次都想到你自己 我自己 然后两边就很容易吵架 对 这是个问题 所以我们待会看看 有没有办法 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 找到怎么解决 这个议题的方法 我们待会儿来继续聊 欢迎回到 98兄弟台旅秋远时间 我是旅秋远 今天我们访问到 莫兹来跟我们介绍 他2024年这本 旧书翻新的 关西黑洞 其实这本书很重要 这本书很重要 因为这是他 自从大红大紫之后 沉淀 我们讲沉淀多年 没有多年 沉淀多日 写下来的 他对于这个 就是一些观察的一些反馈 那当然这本书 就如同他所讲的 其实这个东西 在他写的时候 他也受到了一些 不安全感的影响 所以我现在想要请教的是 不安全感 难道只能从 这个关系 比如说 我们一切都要从自己开始 我们这要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 我自己怎么去填补 我自己发现我有这个问题 我要怎么做 第二个问题是我发现 我伴侣或我爸妈 有这个问题 我要怎么做 难道要把你这五本书 都看完 买大全集送他吗 第一个 我怎么做 第一个我觉得 那个我怎么做 简单点 就是简单点 说简单也没有很简单 但是他的可控感 稍高一些 就是先去意识 你的不安全感 会驱使你去做出什么选择 所以把它就是分作 遇到一些 我觉得会不安全感的环境 跟情境的时候 我会出现什么感觉 然后这个感觉 又会促使我出现什么想法 然后我又 就会做出什么行动 我觉得我没人爱 所以我都选一个 会对我动手的先生 或太太 那这时候 我发现 意识到了这一点 我要怎么办 所以当我发现 因为我很担心 我是没有价值的 所以我选了一个 其实对我很不好的人 我都会觉得 我不能离开这段关系 因为我离开这段关系 我不会有其他人 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要先感受到 我的这个害怕 然后这一个感觉 就会促使我 去选一个 对待我很不好的人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应该被很不好的对待 这个就是叫做 有些人用一个词叫强制性重复 但它就是一个熟悉的安全感 对 所以这是我们不安的时候会选一个 我会受伤的熟悉的安全感 所以我得先看清楚这件事 对 再来我要做第二件事情 就是我要建立客观的标准 客观的标准就是 我现在真的只有这个选择吗 我如果今天真的没有这个人 我可以怎么生活 我的现实上 可以过着怎么样的生活 跟有这个人过的生活 真的比较差吗 就是现实上 我都先不管我可不可以找到其他人 我先做现实上 就算我一个人生活 我可以做什么 有可能你真的现在经济上完全不行 你现实上一个人生活 你真的有遇到很多困难 那我们必须要去了解这个现实 我才有办法去知道 我现实上必须为自己做什么事情 而不是把力气全部用在让这个人不生气 我之前把我的力气全部用在让这个人不生气 所以我自己的生命中完全没有累积 他没有累积任何的资源 让我可以离开这个人 所以当我今天把这个资源累积成 我可以让自己怎么样 一个人生活的时候 那状况完全不一样 我力气就是用在自己身上 力气用在自己身上 就是累积安全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 然后当我开始累积的时候 对现实越来越能评估的时候 这也代表着我越来越没需要那个人 对不对 我就可以建立我自己的标准 因为之前我的标准是跟着这个人跑 我会认为我的标准 我的价值都是跟着这个人跑 可是当我开始执行 我自己生命中 去累积我自己生命中的能力跟资源 我的安全感会开始累积 我也会开始建立我自己的标准 因为我会遇到越来越多人 这就是反邪教的概念 然后慢慢的我做到这些事情之后 到某一天我累积到一个程度 我其实就走得掉 好 所以简单来说是 第一步先自我觉察到这个问题 接下来改善的部分就是 让你自己慢慢的去累积 关注在自己 就是比如说 我做这个事 我以前可能怕他不高兴 对 然后现在可能觉得说 管他高不高兴 老娘高兴就好 是吧 我送的好 因为光想这句话 心里的那个力量就会变大 是嘛 我送的好 我插得这么多 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 是是是 这个不能太过分 太过分就会变成 有可能会伤害到别人 所以这个拿捏有点麻烦 对 不过我还是本质上 比较相信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今天是把你自己的力量 用在你自己身上 会伤害到别人的部分 其实会比较小 你会要别人配合你 别人的力气要用在你身上 那个才比较会伤害到别人 对 但应该这样讲 会发生我们刚刚讲的 那种情况的人 通常他就算集中火力 在自己身上去调整自己的想法 关注在自己的时候 那个伤害别人可能性也不大 最可怕的事情是 已经自我为中心了 还具我为中心 那种感觉就很像是 你从来没有练过肌肉 然后你去上第一天重训课 就跟重训的教练说 教练如果我全身都是肌肉 这样看起来会不会很难堪 不要烦恼 不要烦恼 好那如果第二种情况是 那如果我们察觉到 对方对我们这样 那应该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是有一个小小 其实我觉得对方对我们这样 我们每次最受伤的地方 其实是他这样对我是不是我做了什么 我们的思考常常会这样 但我要提醒大家 这也是我在书里面一直强调的 别人会怎么对我们 有时候跟我们是怎样的人无关 跟他是怎样的人有关 也就是说今天你要是对一个人 你觉得你很讨厌他 可是你个人就是比较温良公俭让 你基本上说看到他 你还是会客客气气的跟他打招呼 可是有些人他可能对人 就是讲话很没有礼貌 很凶 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人 他看你不爽 他就是这样对你 所以我们要有能力分辨这个部分 就是对方这样对我 可能不完全跟我有关 所以我要怎么去建立客观的标准 并且去远离 如果我今天生命中会对我很差的 只有那一两个人 那我是不是可以去远离 那些会伤害我 或是我得提醒他 他不能这样对我 我得教人家怎么尊重我的说明书 这件事情就很重要 对 所以基本上来说 这一部分就是 你遭遇到不好的待遇 不是你烂 是因为别人烂 就这么想就对了 好我们最后 你看我都白话 我的翻译多开心啊 最后各位各位 请如果各位 对于这些内容还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听周慕芝放心说 他有一个YouTube跟Podcast 他的节目也非常的精彩 那个赶快把它冲到一万以上 好今天谢谢慕芝 谢谢 好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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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